真的是太好了 今天傍晚的时候 老者终于找到了莱拉和外孙 莱拉看到父亲也是非常激动 让我们为这对妇女点赞 同时也希望老者能够多多理解莱拉 以后好好相处 不要再吵架了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昨日 老者怀揣着对女儿莱拉安危的深切忧虑 毅然决然地前往了康特母亲的工地上 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莱拉的线索 却未曾预料到会遭遇一场激烈的争执 在工地上 老者与康特的母亲以及吉尔纳发生了激烈的口角 双方的情绪在紧张的气氛中迅速升温 这场争吵不仅仅是因为对莱拉的担忧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老者对康特母亲长期以来的嚣张跋扈态度的不满 老者对于女儿迟迟未归也是非常担心 今天也是一直开着车寻找她 经过一番不懈的寻找 老者终于在家附近的不远处找到了女儿莱拉和外孙 这一刻 她的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激动和宽慰 所有的焦虑和担忧 在看到女儿安全的那一刻 都化作了满满的感激和喜悦 女儿看到父亲的到来 也是感到非常欣慰 她就知道父亲一直寻找着她 看到他们父女团聚 阿东也是非常开心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不妨给阿东点个赞 我也顺便给大家带来福利 但凡是你的眼睛有皱纹的 松弛的 下垂的 有黑眼圈的 泪沟的 余伟纹特别特别多的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眼霜 它里边是这种满满的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清爽滋润不油腻 弹力蛋白拉丝 现在活动 体验价九块九毛钱 拍一只 我再送一只 到手两只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趁便宜赶紧入手吧 老者首先关心的是莱拉的健康状况 得知莱拉昨天因为低血糖而晕倒 虽然莱拉轻描淡写地说 身体没有太大问题 但老者心中不免还是有些担忧 他知道低血糖可能带来的风险 也明白着需要适当的关注和处理 随后 老者的目光转向了停在附近的卡车 他注意到了康特的缺席 这让他感到疑惑 莱拉解释说 康特的卡车今天再次出现了故障 不得不徒步外出寻找帮助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显然 这辆卡车的问题给康特和莱拉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老者知道康特又开始掉链子了 还把莱拉和孩子丢在荒野 凭借他的经验 老者迅速检查了卡车 判断出了可能的问题所在 老者在确认卡车抛锚的原因后 立刻采取了行动 他发现康特又一次忘记了给卡车加油 这已经是康特的老毛病了 尽管老者内心感到无奈 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默默地从自己的轿车中抽出了汽油 准备给卡车加油 在给卡车加了足够的汽油之后 老者开始着手解决卡车的启动问题 他熟练地搭设了线路 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技能 成功地将卡车打着了火 现在老者已经完成了他能做的一切 他只需要等待康特回来